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網絡移民潮有激化的跡象 根據Telegram的官方數據顯示 在最近72小時 他們多了2500萬的用戶 使得他們每個月的活躍用戶增加到5億人 當然Telegram就是這次網絡移民潮的其中一個受益apps 至於另一個受益的就是Signal 在全球多國的蘋果app store和google play的下載排行榜上 Signal都是名列前茅 不是排第一都排在頭三位 這些數據足以反映 全球民眾對於珠西伯格網絡霸權的憤怒 已經一發不可收拾 在這一局 珠西伯格都可以說是自取滅亡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先說一下Telegram方面的情形 Telegram的俄羅斯裔創辦人 杜洛夫不點名批評 他的競爭對手whatsapp 說民眾不想再以私隱 換取免費服務 而Telegram就已經成為了尋求安全通訊的人的最大收容所 難怪他會這麼大口氣 因為這個珠黑伯格其實 這麼多年以來都是得罪人多 只不過 現在就有兩大導火線觸發這團火爆發 第一 就是Facebook和Twitter Twitter也有份 將特朗普總統禁言和停權 剝奪了現任總統的發言權 就已經觸怒了很多民眾 再者就是 Whatsapp自己失驚無神地 說要修改私隱條款 搞到 很多人擔心自己的通訊安全 完全是有問題 終於全世界的民眾都下水了 所以大根就是要用行動 來回應你朱西伯格的專橫無道 當然上述所說的兩條都是導火線 冰封三尺並非一日之寒 你朱西伯格之前怎樣對待那些用戶 大家就心照 錢你就賺到盡 然後就不斷地來剝削言論自由 還要自己做這個言論的判官 不斷在搞一些言論的審查 動輒說你違反了什麼規則 你不喜歡被人說話 現在大家就是不用你的平台來說話 始終來說 這些平台的價值是有限的 最大的價值在哪裡 就是在於人的價值 一定在往後的日子都要強調人的價值才行 因為這些平台本身沒有東西讓你很溝通 為什麼大家要在那些平台上聚腳 就是因為那個平台多人 因為大家所說的東西 是觸及得到不同的人 是可以跟人溝通的 但是我們本身就不是說跟那個平台溝通的 那個平台只不過是一個手段 目標都是你想跟他溝通的對象 所以這件事就重要 分清了個莊閑 實情這個朱西伯格就以為自己在打莊 他又不是莊閑 他是閑家 只不過當初有很多人就湧到他旗下的Facebook那裡玩 為他累積了一定的財富 到後來又收購這個即時通訊軟件WhatsApp 又收購這個圖片分享軟件Instagram 他才搞成了這個科企霸權王國 始終來說都是要靠人為本的 不是靠平台為本的 平台本身自己不懂得說話 所以他不要以為自己的平台很巴之閉 你搞得出人家也搞得出 只不過人家的平台沒有你那麼出色 純粹就是沒有你那麼踏馬 沒有那麼人多的意思 好了現在朱西伯格就自取滅亡 壓垮他的最後一根稻草 當然就是跟他將特朗普總統禁言有關 現在Facebook和WhatsApp的搖底程度 可以說是前所未見 因為 無論他們的Apps做得很方便都沒有用 一旦他得失了民眾的時候 人們不去用 他也是白費心機 現在WhatsApp就被人揭發得到 原來在今天印度的各大報章 頭版 他們都登了一個全版的廣告 全版的 價值不非 而且是在頭版的 幾份報紙都是 好了 他們的頭版 廣告標題 就叫做 WhatsApp是尊重和保障你的私隱 你說而已 別人信不信就另一回事 不過你是可以說的 因為你有錢去賣廣告 你現在為什麼要扯別人的衣服 叫人回頭 是不是因為走的人實在太多 2500萬人過檔到Telegram 而且也不知道有多少人過去信號 我覺得就是不計其數 別人沒有說這個統計數字 如果WhatsApp的用戶人數真的暴跌的時候 肯定會影響 Facebook的股價 這就是必然的 因為他們少了人用 自然意味著是少了收入 那些廣告商也不是瘋的 明知道你Facebook少了人的時候 第一他就是會異價 下次下廣告的時候就出少點錢 二例 如果人家看到細息不對 他又會分散風險 商人就無祖國 更加知道他們不會對任何一個平台是留戀的 如果他們看到自己的廣告在Facebook觸合的人數 比以往更加少的時候 很有可能就是會把他們的廣告費投放在其他平台身上 這件事就真真正正能夠打破得到壟斷 以及形成得到產業鏈 人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但是始終大家免費下載這些Apps的時候 他們背後都有成本來運營 他們也是要賺錢 那些錢從何來 就是從Facebook的收益 割過去 這個肯定是會發生的 所以朱西伯格現在就是 淹底地登廣告 登頭版 又說 會發生什麼 不會發生什麼 又澄清這個 澄清這個 到現在才拔生美好詞 老實說 這些人就叫做 不見棺材 不流眼淚 你說什麼都沒有人相信 現在是不是 你看那些澄清的聲明 你WhatsApp的澄清聲明 就放在Facebook那邊 那代表著什麼 你WhatsApp的澄清聲明 你應該放在WhatsApp 告訴別人 你這麼喜歡 放一些Windows出來 叫別人這麼同意 為什麼你不弄一個澄清的聲明 彈出來給別人看 是不是怕再激發更多的民眾走人 真的是 話又說回頭 世界上就沒有任何一個地方 是烏托邦 任何這些社交平台 或者是即時通訊軟件 就當然是有辣 有不辣 沒有一個地方是完全百分百安全的 如果是有的話 也是困你 所以大家最重要的是 用任何Apps都好 一定要做到四個字 謹言慎行 千萬不要像是有把柄 其實 凡是通過科技來傳訊 那種所謂安全 就肯定沒有百分之百 無論現在的人說 Telegram或者是這個Signal 是多麼完善 多麼安全 也好 如果大家認真是要談些什麼物理 或者是說一些秘密出來給別人聽的時候 最好都是面對面來說 這樣就包補萬人無一失 除非說你那個說話的對象 他專門錄你音 那就沒辦法 是不是 這樣就非戰之罪了 但是大家說到Telegram安全或者是Signal安全 我相信這個安全 只不過就是相對WhatsApp而言 不是說百分百安全 如果是的時候 去年就不會那麼多人 因為在Telegram上說話 而出事 被捕 所以千萬要謹言慎行 不要亂說 在那裏 另外一件事就是 我看到網上有些左膠 就猛地在那裏撲冷水 他們所說的東西正正就是 Signal是不安全的 這個不安全 VV不安全 我相信現在很多人 為什麼要轉會 為什麼要棄用Facebook和WhatsApp 無非就是出於一種表態 就是要向你這個科技霸權說不 就是要向你這個諸細霸權說不 所以別人就轉台 這個目標我相信就是很清晰的 至於你說他們是不是純粹要尋找一個安全的平台 我也解釋過 沒有一個平台是百分百安全的 除非你是跟別人咬耳朵的說話 如果要說的東西真是很機密的時候 最好就連手機也關掉 然後就將它放在一旁 走開來說 讓手機不要連上互聯網 不要自動錄了你音都不知道 這樣就最穩陣了 接下來就說一宗蠻勵志的消息 就是 WhatsApp的其中一名創辦人 Brian Atton 他就決定賭歌 氣暗投名 去了加盟Signal 一起去對付 豬西伯格 WhatsApp的其中一個創辦人 就叫做 Brian Atton 早年就在Yahoo那裡擔任工程師 主要負責網絡保安的測試 Brian Atton 在07年的時候離開Yahoo 曾經就是向 豬黑伯格那邊求職 不過就不請他 是失敗了 即是證明這個豬西伯格是有眼無珠 即是有眼不識泰山 到了2014年的時候 Facebook就反過來 問這兩位創辦人要收購WhatsApp 即是收購後來就成功了 但是到了2017年的時候 Brian Atton就頂不住決定要離開 寧願就不要 850萬美元的餘額直接走人 因為如果他符合了四年之內 繼續為WhatsApp效力的話 他就可以獲得到這一筆的酬金 他就沒有要 他就走了去 走了去哪裡呢 他就走了去幫這個Signal 他當時就向福布斯雜誌爆料 就說WhatsApp的原意 無非就是為了通訊 所以他就極度之不同意 Facebook是靠出賣用戶私隱來賺錢 這件事 後來Brian Atton就跟另一位的人興合作 就投資了5000萬美元 在Signal身上 目前他們基本上就已經成為了 WhatsApp的主要競爭對手 所以這次這個網絡移民潮 很大程度上 就是朱西伯格自己拿來衰 他太過有自信 他以為自己的平台真是大到不能 大到全世界的民眾都要依附在他Facebook和WhatsApp的卵液底下 是離不開的 終於現在民眾就用反應告訴他 他們就是大千勢了 既然朱西伯格那麼喜歡向民主黨人擦鞋 走去討好那些左派人士 現在你就得常所願 你抱著兩極空的平台 走去刺別人 到時候別人不要一腳撐開你才好 因為你的平台最有價值的地方就是在於那些人 而不是在於你朱黑伯格本人 那你現在 很可能就會淪為那些左派人士 民主黨人的condom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